大家好,我們是利景天主教中學,天主教同學會的當事 我們用了一些環保的物料製作了一個馬槽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2000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們的主要蘇基督 就在一個無枕無藏的馬槽裏面安靜地出生 而三個言士就跟著天上一顆最大最閃的星去找住耶穌基督 而三個言士手上分別拿著黃金,代表承認耶穌是君王 乳香,代表珍貴的香料,承認耶穌是天主 而最後就是抹藥,抹藥是用來塗在死人身上防腐的 因為這樣承認耶穌是會死的真人 而下面這些就是馬槽中出現的動物 馬利亞和藥室都一直守護著耶穌的身旁 這次我們Castle的鋼士門以環保做主題 利用不同的環保物料,包括紙皮等等 以及用了紙雕的技巧力合作設計了一個馬槽 當中我們扮演小羊,而老師就扮演牧羊人 意思就是像小羊般跟隨牧羊人的帶領 即是跟隨善牧耶穌,成為地上的染,世上的光 耶穌降生的時候用了卑微的形態 在條件跪伐的馬槽中降生 我們在馬槽後方貼了香港不同的角落 例如是劏房裡面的人的一些相片 用我們藉此寄起我們當中最少的弟兄和有需要的人 也提醒我們在聖誕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將耶穌的愛和我們所擁有的分享出去 聖誕節是實始愛的好時機 雖然因為疫情,很多慶祝活動都會取消 但千萬不要忘記將耶穌誕生的消息 帶給身邊每一個人 特別是那些在貧窮中度過 以及面對住屋問題的家庭和家人 MING PAO CANADA